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特别结合专家学者与艺术家 共同策划青发战争140周年纪念活动 记者会上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与策展人王腾虫表示 将透过声音、光景装置和文献资料等系列活动 让大家更加认识140年前在基隆曾经发生的这场国际战争 邀各界进一步认识基隆、看见基隆 其实青发140我们叫青发140的一个战争 毕竟还是属于法国人来侵略台湾时候的一个过去的一段历史 那这次的历史里面我们其实特别整理了基隆人 怎么样勇敢的去团结暖暖相拥去抵御外地 然后甚至过去在林朝栋还有朝治宗 他们怎么样用台湾人跟基隆人精神去打退法国人 但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然不是想要倡议这个战争 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是希望说能够有爱与和平 但是更重要的是基隆人是一个勇敢的基隆人 我们更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乡 虽然透过这个战争我们被事件看见 但更重要我们去传递的是基隆要传给世界是爱与和平的一个历程 其实我们8月3号就是正式opening开幕之后 当天晚上呢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声响艺术的一个启动 那这个启动除了在我们的星恶防空洞走进1884之外的一个声响艺术 还有就是我们现场在大沙湾有个环境式剧场的表演 以及我们会点亮我们的那个法国公墓 用我们的在地的艺术家做一些灯光艺术 除此之外呢最后可以回到我们的美术馆 来去了解1884年140周年以前的那个清霸战役的所带来的一些历史事件 那这也是我们特别为了回应清霸战争来去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除此之外我们在后面8月11号也会有一个和平追思会 以及我们9月份跟法国有做一个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Fresh Weekend 一个Learn Peace的一个活动四集活动 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历龄来感受 那最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白米红炮台做一个三的一个音乐会 来去换出爱与和平这样的一个概念 清霸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将让各界民众了解基隆当年 在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定位与价值 也凸显当时台湾人民对于自己土地的认知与勇气 更进一步呼吁任何战争都是无情的 需要用爱与和平去面对未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